原夫人 上次的事我 上次的事我就没放在心上 你就别再提了 又有什么人病了 要抓什么药吗 是我 你 你婆婆不是不让你吃药吗 这是上次你买药的钱 拿回去吧 不 不是的原夫人 我不是为这个来的 你还是拿回去吧 要不因为这个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原夫人 我真的不是为这个来的 我 我是来买一点 保胎药的 什么 我有了 是吃了你家的药 怀上的 你婆婆 不是 不让你吃药吗 原来买的那些药啊 我偷偷地吃完了 还真的很灵验呢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不过保胎的药可不能乱吃啊 伤了胎气就麻烦了 那我 要不这样 晚上我请一个老郎中到你家中去 专门给你诊断 你就放心吧 谢谢您 谢谢您夫人 原夫人 原夫人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是我错怪了您 错怪了您家的药铺 原夫人 这孩子一定得保住我 原夫人 这 这药 你一定得开呀 原夫人 我给您磕头了 这话从哪说起呢 这可不行 这可折我的兽了 婆婆 原夫人答应 要请郎中 到咱们家去给我看呢 真的 那 我该怎么感谢您呢 不用谢我 还是回去照顾好你的儿媳妇吧 这还用说 自打知道她有了身影 我什么也不让她干了 不怕你笑话 洗浇水 我都天天给她打 婆婆 看你 小二 把那个阿福给我拿来 给 把这个放到你的床头上 天天看着 保你啊 生个大胖儿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拿着 好了 托福了 托福了 谢谢原夫人 我们走吧 谢谢您了 夫人 不用谢 谢谢 谢谢 走吧 谢谢 不用谢 慢走啊 伯母 你们来了 好 慢一点 慢点 好 来 当心 灵儿 你身子不灵便 怎么还来了 伯母 我今天是非来不可呀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我知道 您身子不灵便 不敢劳烦你 我就自己过来了 让您帮我把把脉 看看到底是男是女 哎呀 上次不是已经摸出来了 是个男孩子 以我的经验不该有错的 来 坐 慢点啊 好 那就好 你们命真好 真有福气啊 我这把老骨头 想抱孙子的指望 是没有了 伯母 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这事来的 我 道吉 灵儿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我们呀 不欢迎我们 我们可走了 走了 你可别后悔 袁皇呢 把袁皇给叫过来 怎么 这人齐了 我们才说呢 哟 还没关子呢 阿脸 快去叫 好 快呀 快点 他说了 要人齐了才说 袁兄 你们两个这是急急忙忙的 要干什么呀 你看看你 都怪当娘的人啊 还这样瞎胡闹 你也不管管他 这次你可是错怪他了 我们灵儿 这次绝对没有胡闹 灵儿啊 你就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吧 这次我们来 是来实现我们的承诺的 我们决定 把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取名叫 叶少园 叶少园 好名字 是个好名字 叶少园 名字里头既有叶又有园 更说明我们两家 多么亲哪 完了 啊 就这件事啊 这件事情也至于你们 这么兴师动众的嘛 真是瞎胡闹 我们准备把这个孩子 过记给你们 来 嗯 灵儿 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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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灵儿 这可不是儿戏啊 这是你们第一个孩子 你们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哎 我们两个可不是在开玩笑 这是我们两个经过深思熟虑 早就定下来的事 对吧灵儿 我们把这第一个孩子 过记给你们家 也是我们两个人的心愿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来公布这个消息 灵儿 我知道你想帮我 可这件事情和别的事情不同 谁也帮不了我 我明白了 你们是知道了 我避皇儿取笑的事情 我也是无奈呀 我们原家 经历了静难之变后 就剩下了 冤皇这一脉香火 如果再断了 我怎么面对 列祖列宗啊 现在 我看着你们姐妹俩如此情深意重 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亲身骨肉 过记给我们 我这个老太婆 怎么还能 为了抱孙子 逼着自己的儿子 去怯纳 我有一个好儿子 一个好媳妇 就是我的福气了 冤家无后 我也认了 伯母 我们是真心的 其实冤家无后 不是任何人的错 以前 发生了那么多的事 都是我们一起面对走过来的 所以 我把这个孩子过记给你们 将来 我们还可以再生一个吗 你们那么善良 那么好 老天爷一定会眷顾你们的 将来有一天 您真的抱上孙子了 再把这个孩子 还给我们不就行了 好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我不是不接受 只是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好 好 道吉 你们说的这些话 都是真的吗 嗨 要说没有经过思想上的挣扎 那是骗人的 不过是凌儿说服了我 她是我知道了 成全了别人 也会给自己带来快乐 也许 这看似是个疯狂的举动 不过这也体现了 一种超越母爱的爱 好 袁兄啊 别多想了 你我青铜手足 我和凌儿 是真信的 你们一直没有孩子 我母不高兴 你也不开心 阿连的心里就更难受 是不是 好了好了 听我的 就这么定了 我和凌儿还说呢 这个孩子过去给你们家 咱们两家不更是亲上加亲了吗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你和他是好兄弟 阿连和凌儿又是好姐妹 现在你们就行结拜礼吧 那妹妹这项有礼了 别别别别拜了 起来起来快起来 别把腰闪了 你呀是担心肚子里的孩子吧 瞧你说的 被你扶你了 凌儿 今天我们下个人 子女三 我曾来自在担心肚子里 只有到底是什么 你时刻因为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赏识又如何呢 也改变不了我的命运 你有忧国忧民之胸怀 来日登上仕途 今后无论在任何一方 那都是百姓之福啊 是 先生 冤皇时运不济 至今一事无成 那些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你呀不必再怨天忧人了 你看 你们的补贡文册已经下来了 说明你们补贡成功 可以参加乡试考举人了 什么 太好了 是吧 不可能吧 真的 当然了 这次上面一共只批准了五名秀才补贡 五名秀才 来 叶道吉 这是你的 元皇 你的 冯开枝 你的 赵国光 给 好 以后啊 大家要继续的努力 没有考上的争取下次考上 好 大家先回去吧 先生 到此了 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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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皇啊 图宗师上则特意提到了你 希望你补贡后要继续深造 日后啊能成为国之良才 是啊 请先生代表学生向图宗师表示谢意 我会努力的 改日我定登门拜访 孔先生算我不共需要五年的时间 需要吃完九十一弹五斗铃米 可是现在才三年的时间 我居然就成功了 哎呀 正说明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我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这说明孔先生这回算错了 我这是要回去了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然后 今天我做东 请不共成功的秀才们吃酒去 哎呀 不管怎么样 我元皇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郁先生 你可一定要到啊 我就不去了 你们年轻人去热闹热闹吧 那好 先生 那我们告辞了 好 好 先生 告辞了 去吧 好 告辞 好 这是什么啊 少爷 来 好不好玩 麻着 妈妈抱 小七娘来了就是不一样 刚才还哭着呢 你要这么说呀 以后我可不敢来了 灵儿丫头嘴就是厉害 你不来呀 我可不答应 你不来呀 我这屋里头不热闹 得了吧 您有咱家少爷 您还会闷吗 不闷不闷 幸好有了他 逗得我开心着呢 少爷 可讨人喜欢呢 可讨人喜欢呢 我们全家上下都宠着他 尤其是婆婆 这孩子呀 可是不能宠啊 他要是不听话 你们就揍他 我可不心疼 我可不心疼啊 我可不心疼啊 胡说 哪有自己的孩子不心疼的 再说 少爷啊 听话得很 我们可不忍心大疼 我看得出 母子雷辛呢 吃素了 怎么会呢 你们对我的大恩大德 我这辈子都 行了行了 你又来了 孩子有两个妈疼 我这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是不是带少爷太累了 我也不知道 这几天老是反胃 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有多久了 已经好几天了 会不会是得什么病了吧 伯母 您给他把把脉吧 来来来 来 所以说啊 这天将降大人于私人也 说真话啊 说真话 你只要有才学 这个运气来了 是挡不住的 挡不住 真的 你就拿那个谁 那个 吴秀才来说 他纵然有家财万贯 他又能怎么样啊 到头来的 不还是没有拿到补共的文书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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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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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田秀才 一天到晚 他是忙于阿谀奉承 那如今又怎么样了 那还不是继续在家里边苦读吗 谢谢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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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啊 我跟你们说啊 这腹中空空啊 他没有真才实学是不行的 是不是 来 喝一杯 来 干一个 好好好 接着喝啊 好好好 来 接着喝 来 接着喝 行吧 行吧 你胡说 我没有喝多 我真的没有喝多 真的 我说这些话 那都是看在我们是同窗好友的情意上 所以才告诫大家的 我要让你们知道 这个写文章 咱们不要拿那些华丽的词枣来写一些无关痛哑的文章 这没有用的 这简直是犹如文人雅士之名啊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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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后也不过是一个庸禄之辈 来 为咱们不做庸禄之辈 干一杯 来 干一杯 你喝你喝 好好喝 花莲 你有喜了 真的 这真太好了 阿灵 你是说 我有孩子了 我有 我有孩子了 你有孩子了 我真的有孩子了 灵儿 婆婆 我有孩子了 对 你真的有孩子了 我有孩子了 我有孩子了 你们说这文章该怎么写 他就应该这么写 国之昌盛 在于民之生计 而民之生计 则取决于天时地利 正通人和 天 有好生之德 地 产万物佳慧 而正通 则民心 正不通 则必端生 怨愤请弊 天之德不得 地之慧不古 不古 则人难古 灾害生 生灵涂炭荒 荒芜遍野 故 朝廷明明昭彰 制法班令 父名为众 寻孔子之圣言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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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他们怎么都走了 行了行了行了 我我跟你说啊 就就这帮人啊 就这帮人我告诉你啊 到了还都是一些浅薄庸碌之位 你怎么还喝啊 行了行了 别再喝了 行行行我们走我们走 我们走 我我我没醉 我知道你没醉 我知道你能哼行了吧 我哭口婆心说了半天 行行行行 全都白说了 我知道我知道 白说了 小二 你过来 客官有何吩咐 刚才那位口出狂言的秀才是谁啊 您说的是原秀才吧 他是镇上的才子 今天是他做东庆贺补共 可能是喝多了 言多语诗吧 别弯腰动了胎气 婆婆我没事的 你这不让我做 那不让我干的 我会闷的 等你生了孩子 有你忙的 袁夫人 袁夫人 你们来了 听说袁夫人家要天人丁了 我是特意来贺喜的 谢谢谢谢 让这个阿夫娃娃呀 保佑你健健康康的生个胖小子 给 屠福 谢谢 这衣服够厚了吧 应该够了吧 我来吧婆婆 没事没事 你们这大早忙什么呢 很早就起来了 还不是因为你要去国子见了 她着急给你缝棉衣 我还怕她累着动了胎气呢 不会的婆婆 我心里有数 北方天气太冷了 你穿上这衣服可以预寒 还有三天你就要出发了 我怕做不完 你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我这一走就是一年多 等我回来以后 我们的孩子都不认识我了 我走了以后啊 家里你就多照顾吧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娘 你放心吧 我呀 我天天抱着儿子去等你 那倒是真的 只可惜啊 一年以后 我这个老太太 恐怕就 婆婆 大姐娘 您说什么呢 现在儿子 要上国子见去上学了 如今 原家又有了后代 您的福啊 才刚刚开始 以后想不完呢 原皇 原皇 快走 有好事啊 到今什么好事啊 代理学台杨大人 要给这次入选国子见的秀才们 设宴送行 顺便训事 就在学台府 赶紧走吧 好 相公赶紧去吧 无非又是一番 治国论政的大道理 我可不屑 与他们这些人为伍 我还不如 在家多待一会儿呢 你就说我病了 我不去 来 你就告诉他我生病了 去不了了 这 薛太大人为秀才们送行 不可不去啊 就是去吧 去吧 去吧 走吧走吧 去吧 走走走走 那我去了啊 李先生 我们这样去薛太府呢 道吉 你一个人先去吧 我跟原皇有话要说 先生 您有什么急事啊 我 让你先走 你就先走嘛 原皇先不要去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回来再说不行吗 是啊 先生 那 先生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出什么事了 既然你们都在 我就把话直说了吧 原皇的补贡给驳回了 怎么会这样 什么 我没有听错吧 先生 这好端端的 否贡怎么会被驳回了呢 是啊 就是啊 会不会有人做了手脚 存心和原皇作对啊 会不会是那个代理梯学 收受了谁家的贿赂 所以 我知道了 难道是孔先生的话 又说对了 是因为我九十一蛋的灵敏 还没有吃够的员工吗 不 不是 是的 我问你 昨天你们是不是去了浩月楼吃酒 是啊 您不是知道的吗 昨天原皇做东庆祝补贡 这就是了 你们知道吗 昨天正好代理提决杨大人 来县力上任 他听说 补贡的秀才们都到浩月楼相聚 所以特地去微服司法 没想到正好碰到了他 据杨大人说 你酒后大放厥词 出言不逊 而且口气很是狂妄 把众多秀才们弄得是败姓而归 你想想 杨大人是十分的生气 才决定取消你的补贡资格 皇儿 玉先生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婆婆 你倒是说话呀 算了 拨回就拨回 这举人 我还不当了呢 大不了 我再坐回郎中 皇儿 你 伯母 婆婆 快把伯母 娘 父亲屋里去 娘 快怎么了 娘 娘 你怎么了娘 袁皇这脾气如果不改的话 将来要吃大亏的呀 先生 昨天他高兴多喝了几杯 所以就 从小我就教育他 虚心才可进取 对人千万不可 供高我慢 可他 叫不言 师之舵呀 都是为师 没有尽到责任呢 您别自责了先生 看来 袁皇 他是不会来了 我能理解他此刻的心情 本来他是要和我们同上这条船的 这次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这呀 不能怪别人 要怪只能怪他自己 好了好了 别再说了 你也回去吧 替我多多地安慰他 回去吧 你路上要小心啊 铃儿 阿莲 阿莲 你怎么来了 你有身影在身 要小心哪 是啊 袁皇呢 他昨天在屋里做了一个晚上 是啊 一大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是啊 他是需要一个人静一静 好了 我走了 你们多多保重 一路上要小心哪 嗯 保重 保重啊 回去吧 你路上要小心点 我知道了 没事的 嗯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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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兄 听说那边新开了一个酒馆 咱们俩到那儿好好去品尝品尝 行行行 咱俩好久没见了 好好好 袁秀才 你不是要到国子健去了吗 怎么还没走啊 我 别奶狐不开提奶狐 快走吧 你早去哪儿了 你知道吗 到今天离开之前还一直在等着你呢 他以为你会去送他的 你这样让朋友很不好受 谁不好受 是我不好受 我去送他 难道这别看我笑话吗 好 难道你想一辈子都不出门了吗 是 我们是生你的气 我们生你的气 是凡你得意时口出狂言 识一识又万面俱灰 真成了热起来好似蒸笼里做 冷起来又好似冰上的人了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哪像一个能生能去的大丈夫 不要再讲了 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好不好 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好不好 相公 你没有入宫 你没有入宫 并不能说孔先生把一切都算准了 你看阿脸 这不是已经怀上孩子了吗 我明白 我只是不想让镇上的人 看我的笑话 相公 听镇上的人说 只要和上面的官员搞好关系 下次的补宫公文上一定会有你 镇上的梁秀才 这次就给上面的官员送了很多礼 所以下次的补宫肯定会有他 我想过了 这些首饰是我娘留下的 我爹把它给了我 你拿去换些银子 然后 你这什么意思 你也瞧不起我是不是 我 你也觉得我没有能力是不是 我告诉你 请你不要可怜我 你怎么也不想想 让我去贿论那些官员 我 我成什么人了 只会让那些人更加瞧不起我 我就是什么都不做 他们也会认为我是花了银子 把那补宫的名额买回来的 这绝不是我原皇的所为 你会让我身败名裂的 你知道吗 我看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想当初想当初我真不敢把你娶回家 皇儿皇儿你 阿灵阿灵 阿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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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冯冯怎么了 我看见阿莲跑出去了 明儿 快去追阿莲 阿莲 阿莲在现在有神殿了 好 您等着我 快去 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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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皇 袁皇 阿莲不见了 我到时候都找不到她 您快去找找吧 快点啊 袁皇 来 快点啊 怎么样了 可惜真可惜啊 怎么样了 这孩子保不住了 豆哥 伯母 伯母 娘 伯母 娘 娘 伯母 娘 走 阿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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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孩子的衣服先放下吧 听话 先放下孩子的衣服 请 你怎么会这样 阿姨接过好几天 你有说话了 阿灵已经说不住 这接二连赛的打击了 就成为这个样子 阿灵我知道你心里很苦 你听话 面对现实吧 把孩子的衣服放下 把孩子的衣服放下 听话 放 阿灵 你不能这样 阿灵你不能这样 你听我说 你们之所以能怀上这个孩子 说明你们俩是可以生育的 我知道孩子没了 大家都很难过 可是你们还能再生一个 你们还能再生一个呀 阿灵 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一辈子走不出这个阴影了 把孩子的衣服放下 你必须走出这个阴影 你知道吗 阿灵 听我 你听我说 这么长时间 无论什么困难 你都能扛过去 这次 这次 你一定也可以 阿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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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能扛过去的 一定能扛过去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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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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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皇 你多少吃点吧 别让大家担心 袁皇 袁皇 你有什么苦门就说出来吧 千万不要憋在心里啊 你看看阿脸 一个那么柔弱的女子 她都能够重新站起来 你一个堂堂七齿的男儿 不能就这样一蹶不振哪 这个家 这个家还需要你 袁皇 你不要再逃避了好不好 你说话呀 袁皇 相公 你放心 我陪你 你不起来我也不起来 阿脸 你的身子经不住折腾啊 快起来 我没事 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我要和相公一起 归在这里 不行 你先起来 你听我说 你的身子经不住折腾 你的病刚刚好 起来 阿脸听话 你们都出去 我不需要你们的可怜 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你们都出去 你先起来 阿脸 请你们出去 起来吧 身子要紧啊 跪这也不是个办法 出去 你先起来吧 阿脸 身子要紧啊 啊 啊